主席 主席,請問鄧部長 好,請鄧部長 趙委員,你好 部長好,我想今天早上到現在,你們都辛苦了 但是面對中加轉售案,外界的質疑相當的多 而且可以說是產生很大的爭議 我想我們為了確保有線電視的產業秩序 及維護我們所有消費者的權益 我想經濟部跟相關的單位都有必要對外界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我不曉得部長到現在,目前為止 你清楚這個爭議點在哪裡嗎? 我想今天早上做了好多討論,當然我事先也做了一些功課 今天這個討論,我想事情就蠻清楚了 那是哪些爭議? 就是遠傳的部分,他用公司債 來跟未來的買主之間的安排 算不算投資 這個黨證據的條款適不適用 我想這些問題應該是主要的 最重要我想大家的爭議點就是說 遠傳這麼一個在電信業 已經很龐大的一個資源 再加上如果是媒體又接它壟斷的話 它會變成一隻大怪獸 所以針對媒體的壟斷,我們是有爭議的 那再來就是中資有沒有介入 我想這兩個都是我們相當大的爭議 所以剛剛早上很多的委員質詢 希望就是說我們相關單位必須要把這個來龍去脈 說清楚、講明白 讓大家的疑慮能夠釋懷 甚至多舉辦座談會、公聽會、以示政聽 讓所有的鄉親也知道說 我們經濟部還有相關單位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非常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所有的都是站在我們消費者的權益上面 來做把關 針對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 也是要把它說清楚的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剛剛也解釋很多 那我們針對中資是不是有介入 中資是不是有介入 我們部長 你可不可以明確的告訴我們 到底中資有沒有介入 因為他現在 他那個荷蘭的那個主要 是荷蘭那邊的廠商 那麼再來是美國那個Morgan Stanley 他都是封閉的 他都是封閉的 當然這個我們要注意 現在投審位還沒有真正的 那當然在NCC的部分 已經看過這一部分了 那我想我們都會很嚴謹 我們都會很嚴謹 不過以目前這個 所有他的資金的結構看起來 應該是沒有這一部分的問題 所以你們只是看帳面上嗎 不還是追 帳面上他如果有任何懷疑 我們也不會說 就相信他帳面上 這個還要做很多的那個追查的工作 但是有講到說私募基金當中 背後有摩根斯丹的這個資本集團 其中有10%的股份 是來自 中共國務院主導 人民銀行等投資的 中國投資公司 這個部分你要不要澄清一下 這個當然我們那個投審會的執行秘書 剛才告訴我 他好像已經出清了 出清了 對 出清了 那這個部分你要說清楚 也就表示這個案子 是沒有中資來投資的嗎 以現在來看沒有 確定嗎 沒有 所以是很乾淨的嗎 是 是嗎 很單純 他就是他一個封閉型的基金 所以呢我想 對於外界所質疑的 媒體被壟斷或是有中資介入 這些種種的因素 我們擔憂台灣的媒體未來 恐面臨赤化危機 所以對外界的這個擔憂呢 我認為 就是本席認為 我們部長還有相關單位 你們一定要說清楚 說清楚講明白了 那還有 也就是說 我們也私底下認為 會不會用 以再做股的方式 來投入這個中加轉售案 以再做股 他是不是 已經有私底下 來優先認股啊 或是談什麼備忘錄啊 或是呢 這個部分 就是有轉換股權的疑慮 這個也要說清楚啊 因為這個全責單位是 這個全責單位是 那個通傳會 好 是不是請那個通傳會 余副主委 余副主委來說明一下 遠傳是表達了他們希望未來我國的法律可以放寬黨政軍限制 到那個時候他有願望希望要能夠入股 這是他表達一個對未來的一個願望 他的經營的一個策略目標 我們作為一個現行法律的一個執法機關 不能夠因為人家對於未來的一個情況的一個願望 而做一些什麼樣子的這個不利的決定 好 那黨政軍退出媒體 我們是希望無論是什麼黨執政 都能夠秉持這個原則 不能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不能要求別人的時候非常嚴格 但是要求自己的時候就非常的寬鬆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還是要堅持原則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真的是做到黨政軍完全退出媒體 但是我想這個中加的轉售案 事實上外界都非常的重視 也非常的有很多爭議 所以剛剛有委員提到了 應該啊 這個案子不用急著現在 一定要促成嘛 爭議這麼大 其實留給新政府去處理啊 為什麼這燙手山魚你們一定要接呢 部長 報委員 我們當然投審會有他的這個執掌 他按照他的執掌他也要去做事 那現在的工作呢是說他們的執掌就是 因為在幕僚的階段 你要把所有的資料都準備完整嘛 以便真正開會的時候啊 能夠給所有的委員充分的資料 讓他們來做判斷 所以現在的工作就是讓他的資料的收集啊 讓他完善完備完整 以便在開會的時候 至於開會什麼時候會開 這要看他資料收集的進度是怎麼樣 那或者是剛才那個陳委員問到說 假如說院會有決定 說你們對於這個投審會的開會的時機 院會有決定 我們也一定會遵照這個院會的決定來執行 好部長 那我看到就說你們在1月22號的時候 我們NCC還有公平會嘛 就有通過這個議案 但是你們是有條件通過這個議案 那我不曉得說通過這個議案 雖然有20點附加的這個條件 那這20點附加的條件 萬一他們沒有辦法旅行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猜測 我們可能可以就要採罰 或者是廢止部分或者全部的許可 OK好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旅行 那我想就是要按照我們今天所講的 就是說他既然沒有辦法旅行合約 我們還是要有所懲處 甚至裁測所有的 包括廢止所有的可約 這樣可以做得到嗎 是我們就是要看他那個違規的情形 有可能裁罰或可能廢止許可 OK好 那我想針對中加轉售案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些爭議釐清 讓外界非常清楚 那我想今天的重點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嚴格反對 錄資投資 錄資投資 所以呢針對紫光案 紫光案 我想紫光案 他希望來革併國內的這些廠商 包括什麼日月光細品 我認為今天我們新政府 講的要阻台灣對打國際盃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要強化台灣的這個整體作戰的力量 台灣整體經濟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認為啊 我們唯一能夠跟世界競爭 也就是把所有我們的高科技好的技術 要留在我們台灣本地 不已啊 讓外資介入 一步一步啊 把我們的技術偷走 把我們的權益啊 喪失了 所以我覺得 經濟部要堅守這個原則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對於國內所有這些廠商 他們有必要 我們要伸出援手 來協助他們 甚至來做個媒介也可以啊 來強化大家的力量 整體提升國際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是我們國家應該做的 尤其經濟部 更要從這個高度 來協助所有企業單位 不容啊 企業單位在出走 現在齁 失業率相當高啊 像我們雲林縣 欸 雲林縣目前啊 我們有很多都是離鄉背景 為什麼要離鄉背景 因為我們在那邊沒有工作啊 我們必須要離鄉背景啊 我們到外面去打拼啊 去討生活啊 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 假設是高科技產業 零污染的產業 能夠到雲林縣來投資 欸我們是 展開雙手 來歡迎大家來的 而且雲林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包括現在高鐵已經通車了 在交通方面呢 是沒有任何疑慮的 甚至在供水方面 湖山水庫 今年三月 就開始要進水了 我想 用水的方面 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部長 針對整體國家未來的發展 經濟發展 這是要嚴格把關 而且要審慎評估 一定要做到 對台灣整體經濟最好的一個方向 這樣可以嗎 我們非常非常同意這個委員的看法 我們會努力的去做 好 謝謝部長 謝謝